2015南投县葡萄节 继水里真美馆重新装潢开幕活动 日前在车城隆重登场 另外也为了庆祝专售在地农产品的真美馆重新开幕 在地议员与贵宾一同来剪彩 为了宣布今年的黑紫玉葡萄正式开始 由在地的小朋友以及社区妈妈们轮番上台表演 希望将这快乐的气氛感染给现场的所有人 今天是水里香荣会来基盘葡萄节 尤其在水里可以说所行善的葡萄的品质 到我们全国 包括外国的很多朋友 也来到南投都指定说 要来水里告白这个葡萄 那当然黑紫玉葡萄是 我们这个山下班他们所好串的黑紫玉 做到他们的行销的一个品牌的名称 那当然在我们所行善的这个葡萄 不管是什么品牌 每一个人行善的葡萄都非常好吃 所以今天就由我们政府来辅导 由水里香荣会来做一个主板 这也可以特别说行善到我们在地 这个葡萄的生产器 这次呢配合到葡萄镇的 这个真美馆重新装房 也来做一个規模 这次南投的葡萄镇 在这个葡萄镇里面 最后生产的黑紫玉葡萄 不但是在全国里面百大精品 一个新鲜的水果 一个入名以外 那在让这个葡萄镇里面 这个真美馆也 尽力让葡萄镇经过了 大家竞争之下 重新标得 在我们这个 车厅做真美馆来经营 真美馆是我们电视楼 我们南投馆 所有葡萄镇生产的葡萄镇 包括一些新鲜的外面的新鲜 希望透过这个平台 可以让我们葡萄镇的葡萄镇 买到最后 要也让外地有客 最后多的有客 可以到这里 买到南投馆的葡萄镇 我小孩教读于香利托儿所 那他今天参加黑紫玉葡萄仙子的走秀 那因为我们平常在水里社区大学 有参加气球班表演 那我们今天就想说 让他呈现一个气球仙子的 来让大家看 那我们主要是由我们气球老师来帮忙设计 我们的老师是红美凤老师 是一个很棒的老师 所以请大家多多参加社区大学 让自己的有所专长也有所兴趣 葡萄是水里的经济作物 由于水里气候独特 日夜温差大 所生产的飓风葡萄 不但肉质Q 有弹性 口感更是一级棒 所创的黑紫玉葡萄品牌的特色 拥有三头 四肚等高级品质 是我们水里香农会的品牌水果 那为什么会命名是黑紫玉呢 主要就是说 它的黑紫如玉 所以听起来 就知道说 其实我们的葡萄 就是要有它的色度 就是要有黑 就是要有黑 就是只得发黑 那吃起来呢 我们这边的特色 这边的特色主要是说 我们气候比较得天独厚 就是早晚的温差大 所以我们的葡萄生产期来品质 会优于其他地区的葡萄品质 那主要我们黑紫玉呢 我们如何 我们要挑选的时候 我们比较强调 我们就是三头系东 那三头就是 三头就是昏陶 八头跟六头 就是昏陶就是我们上面会有果粉 就是葡萄上面的果粉 那八头就是我们一串 比较大拍 然后六头就是它的颗粒 比较大量 那四头就是我们的色东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黑紫色的 就是只得发黑的颜色色东 那它的香东 闻起来它很香 然后Q东 它吃起来它是很坚实的 很Q 然后它的甜东 我们的甜度 我们至少黑紫玉呢 要入选黑紫玉 一定要28度以上 那我们黑紫玉的话 是在我们的水里香里面 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作物 对这边的农民来讲的话 是很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 那我们农会呢 也积极在推广这个 黑紫玉的礼盒 那请消费者的话 可以多多全购 黑紫玉不仅是全国第一家 农获行政院农委会 颁发国产优良品牌水果认证单位 近几年来更是连连入选 百大精品及国产优质品牌蔬果 共同运销机优单位 证明该品牌 生活消费者的认同与喜爱 身为水里香农会理事长的议员 消质全也期盼透过此次活动 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在地 优质农产品 2015南投葡萄节 今天在我们车城村 正美款前来办理这个活动 我们知道葡萄 在我们水里香农会 多年的推广之下 黑紫玉这个品牌 已经深获全省所有消费者的认定 本会水里荣卫参加农委会 百大精品的临选 已经多年都获得百大精品的认证 所以希望水里香农会 黑紫玉葡萄 能够透过我们这次的活动 能够让全省各地的消费者 对黑紫玉葡萄能够更加的认识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跟它消费 今天我们来承办 南投县政府2015年的葡萄节 我想我们水里的葡萄 是黑紫玉葡萄 是我们从农委会注册的品牌葡萄 那我们每年黑紫玉葡萄 受到农委会的肯定是 都有得到百大精品 生鲜水果类的很好的东西 然后在农委会的展售 每年的精品展售里面 我想我们的业绩都非常好 水里香农会推广这个黑紫玉葡萄 是品质非常好的东西 很好的水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采贡 很Q很甜 就是他的口感特别好 近年来黑紫玉葡萄在农民的努力 以及水里香农会大力推广下 成效是相当卓越 现在正逢暑假期间 议员陈昭玉也欢迎民众来到水里时 记得要到车程这美丽的地方 当然黑紫玉葡萄绝对要品尝一番 水里地区所生产的紫玉葡萄 现在是当地风修的时尽 就会在这里把这个好消息报给大家知道 希望来我们这里出土的这些真正好朋友 大家都可以拐一下拐手礼 我们水里地区最好吃 最甜品质最好的紫玉葡萄 来跟大家夾一个好演 尤其我们看到水里浪费的用心 跟传统的三业联合 我们的真美馆在车程中心中红 不断的创新 要将最好的产品跟大家来分享 我希望我们暑假是最好亲子的一个活动 而且是最安全的一个游乐区 希望大家既能够休闲又安全 又能够全家和乐融融在一起 然后又带着我们在地的最好的一些梅品 以及植域葡萄来跟家人跟好朋友来分享 我相信这是今年暑假最好的一个饗宴 那我们水里浪农会在每年在这个葡萄的产季 我在今年的第一期的葡萄就开始做展售 我想说葡萄可以从六月吃一直吃 吃到十二月一月 我想这个产季非常长 那我们葡萄产销班的品质会维持得很好 所以从现在开始 所以像开始产葡萄 产我们黑植物品牌葡萄 我想这整个半年 可以大家所有的消费大众 所有的全国的百姓 农民开创更多收益 那当然今天我们水里浪农会 也来向到我们宫馆处 先做到我们真美馆 今天也在这里重新来接牌开幕 我们也希望说这个真美馆 可以让我们农会带来营运一个好成绩 可以让农会收集更好 收集更好 在我们农会付出这些工的 他们的薪水的颠送也可以来做一个提高 所以这真的要感谢到所有主管 这么用心来做一个经营 我们也感谢到我们农委会和我们管理政府 可以对到诚定的农会来做一个辅导 那我们水里浪农会这一次在瑞坛国家风雨区管理处里面 我们再继续承租到我们的真美馆 那真美馆是因为水里浪农会在我们的水里的地区里面 体会到说水里要推广农特产品跟农作物的部分 来帮助所有的农民 水里浪会有一个任务跟使命 一定要在这个很多游客的地方 我们来取得这样一个场地 来做很香的所有的农产品的推广 跟农作物农特产品的销售 一直来把水里浪农特作物能够推广的更好 所以有推广跟服务农民的使命 所以这个任务跟使命 一定要把水里浪农与真美馆经营的更好 让全国的百姓能够更知道 到水里浪农的游客 水里浪农作物农特产是什么 然后我们的销售点知名度可以更提高 来服务更多的农民更多的产销班 而地方的做销售跟推广的方式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水里浪会也配合这一天的机会 宣布了新的产品 亿元肖自全期许 借由这个品牌 能积极行销各项农产品 为农民带来更多收益 我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正美馆 这个平台除了来行销 我们在地生鲜的水果 或者蔬菜以外 对于我们农味积极推广的 互加产品 像今天那个苦茶油 就是我们今年新的产品 我们除了是用野生的苦茶质 还有现代科技像是压榨 所以完全没有杂质 希望吃的苦茶油 对我们的胃 还有对我们整个消化系统 都相当有帮助 除了早上拌面线 其实空物来吃也非常的好 希望说我们全城的消费者 经过这一次的活动以后 对我们的在地的农产品 除了葡萄以外 生鲜的蔬菜 还有现在出产的荔枝 还有这个苦茶油 能够多多的品味 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来让我们所有的产品 能够行销到全省各地 县内各乡镇市农会 近年来大力推广农特产品 大大提升南投的农特产品 能见度 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欢迎来玩的民众 除了游玩好山好水 也能够到各乡镇市农会 品尝选购南投优质农产品 相信必定不需此行 谢谢我们的伟民们 谢谢民音新闻 黄玉怀 黄碧瑶 专题采访报道